以前,农村重男轻女的风气很严重,但我从小就是个要强的女孩子,不仅学习成绩比男生好,干活也比他们厉害。 那时候村里的人都说,谁要是娶了我,肯定是祖上积了德,然而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,却没有那么多人想娶我,从23岁开始,我就成了乡亲大军中的一员,可乡众我的人都太寒酸了,我乡众的人又嫌我强势,那时爸妈整日为了我的婚事发愁,为了让他们安心,我在30岁那年嫁给了苦苦追我的大学同学, 她是个普普通通的城里人,昂貌和工作都很一般,但爸妈的退休金很高,婚后,我们和公婆住在一起,婆婆嫌弃我是个农村人,总是找茶批评我,那时我一心想和老公好好过日子,从不跟她计较,可她欺负我也就算了,还不让儿子和我亲热,说会沾上农村人的土气,这件事让我很生气,可是老公不绑着我说话, 还麻烦我多事,一气之下,我带着儿子紧身出户了,平时都让前夫和公婆和儿子电话联系,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让他们见见儿子,离婚后,我和儿子租了一间破破烂烂的平房,为了生计我不敢怠慢工作,只能请保姆照顾孩子,期间公婆来看过儿子,他们说保姆很尽心, 对此也没什么意见,可是请保姆花费不菲,我们的生活很紧张,好在儿子一直很懂事,从不惹我生气,他上一年级的时候,主动提出让我辞了保姆,说他能照顾好自己,听了这话,我感动坏了,那时,我还想给他报个辅导班,便同意了这个提议,辞了保姆之后,家务活都落到了我身上, 但我们的日子宽松多了,而且我的工作也越干越顺利,收入直线上涨,不过要想多挣钱,就得经常出差,好在儿子的自理能力很强,我出差时他不仅能照顾好自己,还能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,只是我每次出差回来儿子都说家里有贼,可家里从没丢过东西,后来装监控看后,我哽咽了,通过监控,我看到出差时前夫和婆婆, 偷偷偷溜来我家,从屋外帮儿子检查门窗是否锁好,看完监控后,我感动得泪流满面,哽咽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,平静下来之后,我给前夫打了电话,提出了复婚,他听了这话高兴坏了,立马赶来和我去民政居办手续,我们带着儿子回家后,公婆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,他们还保证以后再也不嫌弃我了,现在我们一家人和和睦睦的生活, 在一起,日子也越过越好,大家说,我是不是很幸运,图片来源网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